练习阳式太义拳或者武式太义拳的朋友呢 今天呢我讲一个就是重心转换的一个方法 很多的初学太义拳爱好者呢 在重心的转换中造成了膝盖的损伤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那么我们重心的转换呢 就是说从右腿到左腿 左腿到右腿 也就是两腿之间的一个转换 我先做一下错误的 我们蹬进到左腿 再一蹬进到右腿 你看一下我如果是脚蹬进的话 是不是膝盖呢跟的是来回的妄动 这样呢不用多长时间 你就会造成膝盖的损伤 那么我们如何导重心呢 很简单 那么我们往下站的时候 我们先达到呢是松沉 这时候我们看我的重心是在右腿 然后呢我的尽力是灌注到右十腿上了 通过大地跟着反坐用力 通过右腿的一个劲力 你看传导过来到左腿 这时候就可以了 那么左右是一样的道理 去传导过来 我们动的是胯 而不是说腿跟着这儿 蹬来蹬去 尤其是往前上步的时候 是更明显 你看我往前上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啊 我侧面坐一下 看得更清晰 就是说如果你是当劲的话 你看后边腿直了 就直了 重量全压在膝盖上 虽然你没有妄动 但是膝盖也会造成损伤 那么同样是往前上步 我这时候需要松沉 分清虚实 那么我现在右腿是实腿 左腿是虚腿 这时候我在往前上步的时候 是很轻松 然后呢 我的是尽力贯穿到腿腰 然后脊背 最后是行一手指 这时候你试验一下 往前估步的时候 膝盖呢 这是软的 不是硬的 是松的 不是紧的 这时候你的膝盖 承重是非常小的 后把这条腿呢 它是一个微弯的 它直了就直了 所以说我们太极拳 记住这一个 没有直来直去的进 都是一个微弯的一个状态 也不是说 你这么那样 登来登去 不是的 要一起传到脚底 通过一个进的一个传导 这样呢 你的膝盖不会受伤 那么对于初学来说 它很难达到尽力的传导 其实初学者第一步 不是从套路当中学习 那么应该从装弓中去学习 那么比如呢 混员装 还比如我们动态装 上下矛盾装 都可以 也就是说 你通过练习装弓 让我们身体呢 有了内气 有了内劲 会松沉 那么这时候 你再去打套路当中 自然而然就是 易到气到劲到 而不是在乎外形 我登劲吧 为了完成动作 而序登劲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讯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弓 工发一类的学习内容